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今天頻道 今天是2020年的元月18號 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小白紋毒蛾 那各位你看到這個地瓜葉呢 上面的被啊 咬的千串百孔的 就是一些 鵝類的幼蟲咬的 那我們現在呢把距離拉近 大家來看一下這個小白紋毒蛾在長什麼樣子 然後順便跟大家介紹說你要怎麼處理 有機的方式如何處理 好我們現在眼前有沒有看到這有一隻小白紋毒蛾 這也有一隻 這邊這邊有一隻哇好誇張哦 旁邊呢其實看過去呢 我們拉過去看 有沒有這也好幾隻 超多的啦 好多隻啊 我這樣子 目測上去看 就看了一大堆 各位如果你各位你的地瓜葉呢 有很多這種類似小白紋毒蛾的蟲呢 蟲開的時候呢 其實呢你可以考慮使用蘇利菌 白漿菌 或者是用黑漿菌 這三種菌呢 對付這個 額蝶類的幼蟲都很有效果 那像這個比較嚴重呢 以後還是很誇張呢 我會建議呢 你先用蘇利菌 直接做一次把他秒殺會比較好壞 那蘇利菌呢 我們曾經介紹過 那影片連結我們放右上角給他參考 蘇利菌呢 他是 直接 這些兒蝶類的幼蟲吃到他就直接死掉了 他就不會還需要寄生的時間 當然啦 你如果使用白漿菌 或用黑漿菌也是可以 那這兩個的影片連結 我們也放在右上角給大家參考 那白漿菌跟黑漿菌的他屬於寄生菌 那不管是這個昆蟲吃到或碰到呢 都需要 大概也要三天左右的時間 三天到一個禮拜他才會死亡 所以呢 在他死掉之前 這段過程中呢 他也還會繼續啃食這些葉片 那我們像這個 你現在看到這個很嚴重對不對 我是建議說 直接蘇利菌直接先噴下去會比較快 一下子就讓他死 那當然了 你要用白漿菌黑漿菌也是可以啦 像這個 你如果使用白漿菌的黑漿菌的話 會有一個好處 我說他是寄生菌 當這個 鵝蝶類幼蟲被感染死亡時候呢 他身上呢 會被寄生 然後呢 會產生 包子 那個菌呢 會從身上跑出來 那你看 因為一靠近就就被感染 一靠近就被感染 就死了 然後會有很長的防疫效果 這個是白漿菌或黑漿菌的一個 我個人認為比較強的 比較強勢的一個地方啦 因為他是屬於寄生菌 他不是像蘇利菌 蘇利菌 要吃到才會有效 而且他 他不是屬於那種 說 會繼續擴散 擴散 感染的一種菌種 那白漿菌跟黑漿菌就不一樣 他就是屬於 我如果今天 讓蟲體寄生 寄生之後呢 他會從身上呢 再爆發出 新的一批的白漿菌或黑漿菌出來 然後呢 就會延續 繼續延續 還有感染力 那到時候這整片呢 你估計呢 會有很長的時間 都可以不需要再噴農藥 然後 就會有 殺 這個 對付這些鵝類幼蟲的 一種殺傷力存在 所以我會比較推薦 先用白漿菌或黑漿菌 那各位呢 你未來有這種 需求的話 可以考慮 我剛剛的一些介紹 今天我們影片介紹到這邊 感謝收看 再會